睡眠好,人就不容易老,知名身心灵预防医学专家,洛桑加参医师出版简单风足,简法养生的52个关键字书中提到,全球新兴闻名病,除了网络成瘾,睡眠障碍也是榜上有名。 如何睡好,是我最常接到的演讲题目,洛桑医师表示,年过四十之后,请运用各种资源,知识,为自己打造一座睡眠圣殿,日后绝对能帮你省下大笔医疗开支。 讨厌失眠 更讨厌失眠后的人生失眠不光只是人没精神,觉得累,长期睡不安稳,一些我们医生很怕,一些你会很怕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我们医生很怕的包含失眠者的NK细胞数量锐减50%以上,这样要预防癌症就变得双倍困难,还有就是失智的风险,罹患各种慢性病的风险都会增加许多。 那女性最怕什么?当然是变胖,变皱,头发白又少,参加同学会自己却看起来像学子。 男性怕什么?怕遇到一个没睡饱的家伙在路上开车很瞎,行着超过19小时没睡,迷迷糊糊的程度跟酒驾差不多,还有学生最怕的,最冤的,挑灯夜战苦读。 考试时却又统统记不起来,书都白看了。 浅眠,辗转难眠,睡睡醒醒的痛苦,只有失眠的人自己最知道,睡不好的人老化衰退速度比人快,生病时却又好得特别慢,所以, 我们中所花了很多功夫在帮大家调睡眠,有睡眠问题不用苦恼不用烦,解决办法很多,若桑医师医医来说明。 一,关于吃的,无糖优格天然蜂蜜香蕉,我的助眠三宝,自制无糖优格天然蜂蜜香蕉。 这样吃,顺便还能帮你重整肠道,想要常常觉得快乐,拥有足够的幸福和耳蒙。 肠道一定要顾好,有一阵子发现头发变白,我就赶快吃芝麻,结果发现晚上睡得更好。 比较难睡的人,特别是肝肾不足引起的失眠,即由芝麻宁心安神,会有不错的效果。 然而有些失眠,反而是吃药引起的,如果你发现在开始服用某一类药物后,会比较难睡,请不要忍耐。 马上告诉医师这个状况,及早调整。 制无药山调的妨碍睡眠饮食,第一项是高枝大餐,一个人磕掉一整桶炸鸡,两个大披萨,那是青春人做的青春事,不好睡的人,你千万不要这样吃,再来是吃了会胀气的食物,如豆类,平常吃生大蒜就会胃不舒服的人,也应避免睡前吃太多新香美食。 2.关于喝的,酒成水分,太阳下山前喝足,留下一成,但夜晚时喝水喝不够,或喝太多,都可能让睡眠中断,很多人一中断,就很难再进入梦乡。 2.为了避免艳药扰眠,最理想一天应该喝的水分九成,请在太阳下山前喝足,留下一成,但夜晚的时候喝,喝太多,除了频频起床上厕所,还有人会倒汗,一身湿达达也很不好睡。 2.而男性预防摄护腺肥大引起的艳药瓶问题,番茄式解答,可以试着喝些不另外添加糖的番茄汁。 2.此外,刺激性,提神性质的饮料,都应该避免睡前几小时喝,真的非喝茶不可,无二茶,花茶,薄荷茶,博士茶入AbleST,南非酒吧茶这类的还可以,至于酒,喝酒看似能助眠,实则让人昏沉,并非熟睡,若讲究精致睡眠,含酒精的饮料,也不建议睡前不多。 3.留下100%的水到晚上再喝,喝太多半夜容易起床上厕所。 3.关于用的,睡前适度切换为助眠的柔和光线,如果能睡得比猪甜,表示你受蓝光影响的程度很轻,若不能,不妨稍微控制一下手机,电脑里平板的使用时间。 4.太亮,太炫目的光线,从睡前几个小时就要尽量减少,适度切换为助眠的柔和光线,否则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当然要比别人多花一些时间才能放松下来睡着。 4.据我所知,很多长辈喜欢听电视听到睡着,用电视的声音陪伴自己,如果完全没有出现睡眠障碍,那就不成问题。 4.但就大多数人的状况而言,看电视,听电视入睡,往往睡眠品质都不够好。 4.若深层睡眠时间太短,退化性疾病很快找上门,房间里最好不要放电视。 5.若非要看点什么培养睡意,看些令人心情愉快的书,都比手机,电视要来得好。 4.关于想的,回想今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 平常容易紧张焦虑,东想西想考虑特别周到的人,到了安静的夜里,一躺上床,身体一放松下来,不是马上睡着,而是众生喧哗,脑内纷纷浮出许多念头,想了昨天想了明天。 5.过去,未来考虑一大堆,忘了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睡觉。 5.若真要想什么,有一件事你可以想,正确来说应该是三件事。 6.若不能马上睡着,请试着回想今天这一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三件好事,去感谢一下。 6.比方说,今天阳光真不错,感谢太阳。 6.感谢天公伯,今天签约很顺利,今天的冷藏包裹还好有放冰箱,不然粽子都坏了。 7.感谢管理员,今天穿的洋装看起来腰很细,广受好评,感谢我自己运动得很认真。 8.感谢三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你遇到的好人,就可以安心入睡了。 8.若感谢完了还是睡不住,大概也超过20分钟了,躺超过20分钟。 8.通常马上睡着的几率不高,索性就起身吧。 9.拿纸笔或用想的都可以,花五五中时间。 9.对潜意识下指令,如果你有一个问题,一个程式解不出来,一个企划需要好点子,你可以用想的。 9.或是写一点跟这个问题,程式,企划有关的内容在纸上。 9.简单就可以,无需巨细迷移,然后就放下,放下你的心,放下纸笔,就会很好睡了。 9.反正不能马上睡着,索性就给潜意识一些有意义的功课,比你在那边胡思乱想,担忧好多了。 5.关于仪式,再洗,再书,再闻。提前通知身体睡觉落入夜后,睡觉前,如果是副交感神经居上位,那人就会很顺利进入睡眠状态。 6.若交感神经还太嗨,完全没有睡意识,第一你要检查是不是眼睛接收到太多光线,光线处理好了,接下来请帮身体踩踏车,开始放慢速度。 7.慢慢喝一小杯热水,舒服洗个热睡澡,慢慢按摩腿部,慢慢用木梳梳头,这是对我最有效的,做一些舒缓性质的伸展。 7.慢慢用木梳梳梳头,这是对我最有效的,做一些舒缓性质的伸展。 1.慢缓生呼吸练气,静坐静心,画着色画,纹薰衣草这类能帮助放松安眠的天然精油,慢调丝理阅读,做一些让自己快乐但又不会太刺激的忧灾饰,选你喜欢的,设计出一套自己专属的睡前仪式。 步骤不用多 顺序最好能固定 这样你再洗 再书 再闻的时候 相当于提前通知身体 这是在准备睡觉啰 学会预防 疾病远离你 学会提前准备睡觉 睡先关照你 真心想要睡好觉 最早可从晚上七点开始预备起 舒服洗个热水澡 做些让自己快乐又不会太刺激的事 有助好眠 示意图取自免费图库Kexos 6.关于时辰 想要散发青春光彩 最晚就寝室 11点晚上7点到9点 真气运行于新包经 别让新包经不开心 这时候最忌讳吵架 骂人 紧张加班 气急败坏急急忙忙 要快乐 这二小时快乐 特别重要 任何烦恼先摆一旁 明天再说 接着晚上9点到11点 是三交经的时段 要补元气 最好这时候已经上床躺平 尤其累了好几天 要还睡眠债的人 与其睡到隔天中午 不如从气走三交的时间开始躺好 消除疲劳效果更佳 接下来重要必睡 晚上11点到凌晨一点子时 气血不输来到胆经 再来凌晨一点到三点 有丑时肝经经历 肝胆最重休息 熬夜不划算 想要争取时间念书或工作 至少胆经 肝经的时间要睡 宁可早起 不要晚睡 万一不能睡 闭目躺着放松都好 男性工作压力大 如果肝胆的时间 还得加班不能睡 通常火气也会很大 很容易气扑扑 女孩子熬夜 则容易出现血腥的情形 想要由内而外散发出青春光彩 11点就寝室最晚 7.关于生物中 跟天地一起睡 跟天地一起醒 最适合懒人的养生法 以上方法 如果你都嫌麻烦 那就把睡眠交给老天爷吧 但你要乖乖 天宫博 什么时候关灯 什么时候开灯 你要用眼睛去感受 那自然的光线变化 用身体的活力充沛 与彻底放松 去回应太阳和月亮的关爱 不只是睡眠 顺应昼夜节律 自律神经的失调 内分泌的失调 情绪暴冲兴性质的失调 都能一次掉回来 我有朋友去走朝圣路一 二个月 回来居然糖尿病都没了 整个人像是年轻十岁 走那山路 你只能白天走 晚上一定得休息 跟天地一起睡 跟天地一起醒 是最适合懒人的养生法 只要睡对时间 行对时间 根本不用多花太多力气 健康自然属于你 跟天地一起睡 跟天地一起醒 是最适合懒人的养生法 图取字免费图库Pixabay 八 关于补眠 中午静心十分钟 相当于晚上多睡 四十四分钟睡觉 事件快乐事 你躺着 身体自动帮你修复细胞 大脑自动帮你清除 各种讯息垃圾 如果你懂得帮前意识出作业 那还有源源不绝的灵感 等着你收割 西藏修行人 还会练习睡梦瑜伽 在梦中悟到 了解实相 睡眠是重整身心灵的机会 不是障碍 所以想到睡 要往好睡 睡好这个方向去想 不要怕不要担心 睡不住怎么办 平常静心观想的时候 你可以去观想一个 获得充足睡眠之后 神采意义 好点子超多 无比丰足的精彩人生 想好的 它会发生 你担心 它也会发生 大家心脑要稍微控制一下 不要想偏了 想歪了 我抓裙子 抬头 走 晚上睡不好 白天五时上午11点到下午1点 是补救的黄金时间 有研究显示 中午静心10分钟 相当于晚上多睡44分钟 午休 能睡就睡 若条件不允许 静心静坐一会儿 也是极好的 古代大侠练内功 修行者练气 子五毛有事关键时刻 其实还蛮好记得 逢12点 6点 前后一小时就是 要身体好 可睡子五觉 并于日初时 日落时 静心呼吸 正气内存 并且进不了你身 9 关于疗程 频繁出现的睡眠异常 请与医师讨论上述方法 不能处理的睡眠问题 很有可能是疾病引起的 作为一种症状 那就不是找时间补眠那么简单 频繁出现的睡眠异常 请与医师讨论 睡眠不好 导致多种疾病 而许多疾病 尤其精神疾病 则以睡眠异常为前端征兆 及早确认 能避免进一步恶化 一般安眠药我不建议自行服用 若不得以服用 最好也不要超过三个月 以免造成依赖 台湾医疗很进步 治疗失眠的方法很多 不一定都是开安眠药 别因为怕吃安眠药上瘾 就不敢去就诊 以我们诊所为力 是个案灵活运用 营养宝肝排毒调理 静脉雷胜与调节点注射 不但成功改善睡眠问题 还有人因此戒掉安眠药 面对问题处理它 你才有机会放下它 自己处理不来 就找专业的来 没有人应该连转难眠 早点赢回自己的优质睡眠 清醒地享受快乐人生 这是你的天赋人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